頭髮有點蒼白的男子 走進派出所 明顯喝茫了 火氣勸很大 不斷匕首畫腳 這時外頭走來了一名男子 原來他是小黃問獎 兩人為了車子問題 鬧上派出所 但這白髮男子恐怕沒想到 接下來竟然度過了一個 遭到警方壓制 保護管束 甚至還被丟包的荒唐夜晚 男子在西門町的五丁喝完酒之後 他想要回家 隨手找了一台計程車 告訴司機他要前往三重 男子搭計程車回到位在三重的家樓下 結果他發現 這車資怎麼比平常多了五十塊錢 他太生氣了 又叫問獎掉頭 回到武昌派出所申訴 陳希男子氣壞了 帶著問獎到派出所 一進門就大小聲 說我要告他 但原警說 這事我管不了 陳希男子一拔火起來了 衝撞原警 遭噴辣椒水壓制 原警對他施行保護管束 男子覺得 剛剛被警察打 全身多處疼痛 只好開始裝睡 男子在派出所睡了一下之後 原警決定把繩子 還不是太清楚的他 送回三重住處 因此帶著他坐上警車 不過由於這男子 一直不講清楚 自己的家到底住在哪裡 沒想到是原警 破於無奈之下 竟然就把他丟包在 惡蟲書宏道附近的草叢 台灣的警察 竟然能夠這樣做嗎 可能那位氣勢丟包 這個就在車吧 其實他本來的目的是想送他回去 但是因為該民民眾 尚未清醒 也叫不醒來 所以他讓他留在惡蟲書宏道 警方承認丟包室友疏失 已經將這來一年的菜腦圓警 寄過調職處分 只是人民保姆丟包罪漢 無論理由為何 恐怕都讓人難以接受 記者黃一駿成玄 台北報導